白旗屯和长江江屯都被称作是中国长江独有的物种 自2008年白旗屯被宣布功能性灭绝之后 目前仅有江屯还活跃在一些水域当中 但是最近一段时间在湖南洞庭湖上却发现了多头江屯的尸体 仅4月14号一天就发现了三头江屯的尸体 这头是14号晚上打捞上来的一条雄性死亡江屯 和之前的死亡江屯不太一样的是 这头江屯的嘴巴里还含有一只未消化的鱼 湖南岳阳市江屯保护协会副会长何大明说 正常情况下江屯吃鱼都是整条吃下去 如果吐出来则极可能是它的身体出现了问题 或者吃了有毒的鱼 或者是水体受到了严重污染 另外一头死亡的江屯14号的晚上被送到在湖南职业技术学院的解剖室 工作人员在对江屯死因进行解剖时 竟然发现这头雌性江屯的腹中居然还有一个9个月大即将出生的江屯宝宝 为了查明一雄一词两头江屯的死因 17号上午中科院武汉水生所的专家也赶到了岳阳 并将做进一步的解剖分析 据江屯保护协会的志愿者罗一平说 从今年3月3号到4月15号 他们已经发现了十多头死亡的江屯 目前洞庭湖仅存的江屯数量已不足80头 保护江屯的工作刻不容缓 其实从近十年的时间来看 近期发现的这十多头死亡江屯 不过是洞庭湖江屯种群数量急剧减少的一个缩影 拯救洞庭湖江屯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 专家介绍 近十年来洞庭湖江屯种群数量 几乎是以几何几个速度在递减 从十年前的1200多头到2008年的200头 再到去年的120头 到了今年3月 数量更是锐减到不超过85头 按照这种速度 就有可能出现洞庭湖江屯灭剧的情况 徐亚平认为江屯的大量死亡并非偶然 其背后是近年来洞庭湖生态环境的变化 这年鱼业资源灭剧是非常惊人的 有一百二十多种现在灭剧到只剩下可以看到的就是十来种 等于说就是洞庭湖的鱼业资源已经灭剧了一百一十多种 岳阳市渔政管理站党委书记卢一卫则直言 由于洞庭湖周边有近万名渔民靠捕鱼为生 在大量渔业资源被捕捞的同时 人与江屯争食的现象也是导致江屯数量减少的原因之一 与此同时一个更令人揪心的现象是 由于江屯具有喜欢群居的生活习性 一个江屯的死亡背后往往不止一个悲剧发生 此外有研究发现受到环境噪音等多种干扰 现在江屯的受孕率已经越来越低 一般一到三年才可能生于一胎 较低的出生率对比当前的高死亡率 更给保护江屯工作敲响了警钟 政府应高得重视江屯保护 以及江屯耐以生存的东京湖的生态保护 要落到实处要建立江屯保护区